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吃遍了山珍海味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 就是回忆当中的Go Zavi 总是令人念念不忘 今天的非凡大探索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品尝一连串 令人怀念的Go Zavi 首先在高雄三明区 这家手工的操挖柜 到现在还用最传统的古法制作 老板会把磨好的米浆绑紧在板凳上 用竹竿慢慢的压干 相当费实 但是又这样做出来的柜 不仅很有Q劲 送进嘴里头一点都不粘牙 派上老板自制的花生馅 里头尝得到花生颗粒 而且飘着片片的焦糖香 这一道已经热卖了超过二十年头 吃吃看看 吃吃看看 这萝卜汁烧牌吃吃看 高雄的天天新黄昏市场里 蔡振齐的操挖柜摊 总是被人群团团围住 我们家是真正的薯菊草做的操挖柜 而且我们家是纯手工 我们是一颗一颗包出来的 它比一般外面的操挖柜 还要Q而且不粘牙 耗食九小时才能做出来的操挖柜 就像是一场考验体力和耐力的马拉松 每天凌晨五六点 蔡振齐就得早起赶快净米磨米 原糯米得用放了半年以上的旧米 做起柜来才会特别有Q劲 光是这个阶段就要耗食两个小时 蔡振齐坚持 曹阿贵一定要用他岳父岳母教的 传统古法制作 舍弃便利的脱水机 他将米浆袋绑在板凳上 用竹竿慢慢压干成硅脆 等待时间长达四个小时 有人用洗衣机的脱水槽下去 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干 还是一样会有湿汁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你要做到很Q的话 一定要让这块粿越干越Q 制作耗食又费力 还让太太吴瑞梅打趣说 陪粿的时间比陪他还要长 等我和小孩先睡觉 我们睡着的时候他才上床的 他还最可以烤阿贵 对啊 没办法 我已经睡觉起来了 他还在陪炒阿贵 差不多一两点了 一两点才睡 等待贵子压干的时间 蔡振齐也没闲着 野生熟取草得赶快煮熟放凉 加入贵皮的行列 使用色素会危害人体的身体 我是讲求养生 因为这个草它是野生的 袋草它有一种算人家讲的鱼腥味 而且它的味道很浓 有的甚至他没办法去接受那种味道 不只桂皮制作废工 馅料炒之过程一样繁琐 招牌花生馅就要炒上两次 第一次的袋壳花生 得先用沙子炒到五分熟 因为这样子很容易焦掉 它是隔着沙有没有 才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温度 让它到四分熟 五分熟 花生不能炒到全熟 因为还要脱壳加糖再炒一次 第二次炒糖又是一次耐力的考验 绝对不能停 你一停它那个火一直在开着 那个糖很快就融掉了 而且你只要一理手的话 它整个都焦掉了 就全功尽弃了 我们是炒到糖跟花生结合在一起 然后等它冷却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固态的凝固 凝固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再好吃 类似我们吃面包一样 就是什么焦糖口味 历经九小时才能出炉的花生操阿贵 皮Q不会过后 馅料饱满 吃得到口感香脆的花生颗粒 还飘着焦糖香气 他们家的花生吃起来就是脆脆的 而且香香的 不会很甜也不会就是甜到很腻 而且外皮又很Q 制作曹阿贵辛苦又漫长 还好有太太一路陪伴在身边 每当回忆起过往不被家人祝福的结婚过程 吴瑞美难免感伤 我家里她的时候她是 她是借你家前替家里的人 我家里的人都觉得我很少那么快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 她们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她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对我很好 虽然她们家不会状态 但是她们说以前她也没有像这样 也没有凸痛 也没有牙齿 现在都有了 还是爱她 对 对 就是这份爱的勇气 让夫妻俩携手度过破产还债的日子 二十多年前原本经营的清洁用品公司 欠债倒闭 她们只好硬着头皮回到深坑 投靠太太娘家学习做柜的手艺 其实在那边也算说想要争一口气 再怎么苦 你都得熬 丈母娘也在对面的生坑豆腐 也在那边洗碗 庙口 对面是庙口 很有名那间庙口 她是把人家有时候 比如说剁一盘鸡 鸡腿 鸡肉 甚至说夹个一两块就不吃了 吃三下的 她们会带回来 她就把她带回来 就我们在那边吃这样子 但是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回想过去 父亲俩总算是苦尽甘来 她们在深坑卖了14年糙花柜 还清债务后搬回高雄 希望这独藻味在自己的家乡 也能深受欢迎 因为我在南部我没有看到 甚至我没有吃到它是属于真正 糙花柜 属曲草做的糙花柜 所以我是想说让他们了解说 你们在市场所吃到的糙花柜 是用什么草下去做的 让一些年轻人知道 知道这个百年的美食的东西 夫妻俩布置到市场摆摊 也发展宅配市场 已经在高雄热卖七年多 两人齐心制作的糙花柜 就像他们的爱情真材实料 经得起时间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